林口文化一路嘉陵国中旁人行道入夜之后昏暗漆黑 影响通行的安全 蔡淑君议员就相当关心学童的安全 立即安排了会刊 公所也预计在8月4日之前 完成三盏景观灯的装设 届时人行道不再昏暗 照亮民众安全回家的路 林口文化一路嘉陵国中旁人行道 有民众下市议员蔡淑君服务处陈勤 入夜后人行道昏暗漆黑 影响通行安全 盼能邀请相关单位进行改善 入夜以后就有的昏暗漆黑 所以我们今天来现看 那现看的结果就是 我们要装设三盏景观灯 就是在嘉陵国中文化一路测的壁测湾 然后中间 然后再来这个嘉陵国中的资源回收处 这边总共装设三盏景观灯 由于人行道位于嘉陵国中旁 常有学童来往上下学 蔡淑君议员相当关心学童安全 立即安排服务处人员与公所办理会刊 考量行人安全规划由壁车弯处置 嘉陵国中资源回收处 共装设三盏景观灯 林口进公所表示 预计在8月4号以前 他可以装设三盏景观灯完成 黄建民特助表示 公所预计8月4号前 完成三盏景观灯装设 届时人行道不再昏暗 照亮民众安全回家的路 记者虎宇轩林口采访报导 观众所预计计